哈嘍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翔哥 iPhone12昨天晚上就已經發布了 但是我覺得大家千萬不要買 為什麼呢 因為王手一都已經說了 13香 王手一打錢 那麼說到13香呢 大家就肯定會想到 那麼餃子餡啊 包子餡啊 它不香嘛 所以今天我要再給大家帶來的是 地表最強餃子餡 上材料 切點大蔥 切點薑 再放花椒 現在我們用溫水 在旁邊泡20分鐘 接下來我們熬油 那我們需要準備的有 花椒食客 花椒食客 洋蔥80克 大蔥50克 薑25克 香菜3克 全放進去油炸 差不多已經全部金黃了 看見面 再炸架炸糊了 全部熬出了之後 油放棚面涼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是 喝肉餡時間 首先準備1.5-2斤就好 雞精20克 也太多了吧 味精15克 包鞋底都好吃了吧 鹽20克 老抽30克 生抽50克 蠔油30克 料酒15克 40克薑 把這些調料先攪拌一下 我們加入最開始用水泡的那個蔥薑水 我們往一個方向攪動 就有點像做那個關塘包的餡了 放入一些水 那時候你一咬開那個汁和那個油就流出來 哇 特別香 放入一個雞蛋 放300克我們剛剛熬的這個油 放300克 我覺得這個配方讓我感覺有一點 不知所措 我才放了150克 油就已經這麼多了 已經很稀了現在 要不我們先放150克 哇 為什麼切蔥也會這麼熏人啊 可以吧 這是我的觀眾告訴我的秘訣 要不然這裡就是100克的大小蔥混和花 放上25克的香油 拌上一拌 放入肉餡裡面 我們還會再放一些蔬菜 再放進去 這個就是最經典的 豬肉白菜餃子餡 我相信問在場的各位 如果說實際上最好吃的餃子是什麼 你肯定會回答 我媽包的餃子 或者是我姥姥包的餃子 我一直覺得我姥姥包的餃子最好吃 但是我姥姥平時的話 這肉餡它就拌的很簡單 放點肉餡 放點白菜 再放點鹽啊 醬油之類的 就沒有了 不會放這麼多東西了 第一次搞這麼複雜的工藝 嘗一下這個肉餡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那種 面甸大實的水平 雖然我一路覺得這個配方是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 包成餃子的話應該也還好 可不可以嘗試一下 我肉餡好像多了 然後我記得我姥姥包的時候還要這麼 按一下 其實我覺得專業的是 做肉由專業的人來做 放餃子 你弄點水 我這個邊兒 不是在不中 就弄點水 嗯 專業的人 你不就專業的嗎 哦 我不要吵歪槍 你看他不懂弄這個水 把這個點兒弄點水 再按兩分鐘 來 馬上配備 主要是我泡我自己包出來 那就不是餃子了 那就是肉末 麵皮湯 這鮮吸不吸 可以 這個鮮到時候吃出來才會有那個湯 灌湯餃子就熱了 我看你那一下子怎麼按 這一擠就 就很有型 就一個非常標準的餃子 捏成一個半圓 用點架 怎麼捏 這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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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用點架 用這個 嗯 也行 怎麼樣 香啊香 啊 這是姥姥包的 這個是我包的 嗯哼 都膩不起 欺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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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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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各位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晚上胃口特别好 什么都想吃 这里是一点粗 尝一下这个饺子 味道真的很足 这个饺子鲜味道很足 你需要蘸任何蘸料就很好吃 有点咸的话我们就可以蘸点醋 真的会牛汁这个饺子鲜 晚上这个视频不要看 自己看我都会饿 哇 这个饺子现在太满足了 而且有时候饺子我觉得要用手拿着吃 最后一口了 哇 好像再来一盘 但是不能再吃了 精片尾 这个饺子现在还要躺了吧 这躺好了 嗯 这里躺 小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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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妈咪